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申请CR的时候 加拿大政府是会等到你的结果出了来 不得的话 那就看看你什么原因而不得 会不会是你的背景有问题 或者你其他有什么问题 文件递交漏了 而令到它证据不到你 这些情况下 你可能要再重新申请 到时你就要再找律师 或者在学校方面找回 究竟你可以用什么身份去留下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转做旅签 可以继续读一个课程 用回学签 甚至乎你可以申请一个暂时的工作准备 都可以的 另外小朋友 每一个城市都不同 我现在在London Ontario London这个城市 就在学校桌 是接受我们的实习工程 的工作准备 作为工作准备 逢亲一个大人有一个工作准备 他的小朋友 就可以承认为一个本地生 所以就要去看看 不同的城市的条件 所以大家可以先去做这些条件 的 也要 也要 说